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肺炎的那种的传播 那种的严重性 还有这个世界的不稳定 未来在美国新的一任总统要下来了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在这个我们未来一点都不能够记到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面对未来的一年的福祉 应该来怎么面对未来一年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呢? 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我 让我讲一个道就是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神要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 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爱主的心 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你应该都以前有听过这段经文 应该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23节 我们首先先来有个祷告开启好吗?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 你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 让我们在每一天都走在你的爱里面 你很多时间都问我们究竟我们爱你有多少 但是我们也都很多时间都没有为因 我们要爱你有多少 我们有很多事情很多人我们都爱 但是唯独我们爱主的心 刚刚就没有爱其他人的心那么大 所以求你来先我们追 求你来帮助我们 在这个道里面 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启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学习 真的生存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反省一下 我们究竟爱你有多少 我们怎么样要爱你才能够得到你的喜悦 所以主啊 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真的得到你自己外语的更新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启 我们懂得怎么走前面的路 谢谢你 我们的祷告是封主耶稣基督的名仇 阿们 好 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阿们 第21章15到23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带着来读 希望你们都能够开身来读一下 第15节 他们吃完了找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生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句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句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句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求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第18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出生带着 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出生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 约翰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 说了约翰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松唐说 主啊 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于是叫我传到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不是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是 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这段经文呢 就是说到耶稣复活之后 来到提比利亚凯边 就专门就是来找北德 要向北德有一个教导 就是问北德 你爱我吗? 这句话 为什么要问北德 你爱我吗? 原因就是因为 当北德善缺不认主之后 他自己心里有很大的废恨 废恨就是为什么他自己 见几位善缺不认主 但是之前他有一句话 他讲过 就是 他总是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们却不 我却永不跌倒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 也总不能不认你 这句话就是 北德在耶稣被抓紧前 他对众人说 也都对耶稣这样说 就是 就算众人会跌倒 我总不会跌倒的 因为我不能够不认你 但是说了话就很快 很快 北德就上去不认主了 所以耶稣又来到他的 来到他的面前 因着他以前这样子的 讲过的说话 不能够对现 所以他就来安慰北德 我不知道 当你问你是北德 耶稣突然这样问你 你爱我吗 这句话 对你来说 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 就好像一个男人 他出卖了他的太太 他的妻子 他跟其他女人有过关系了 他就在那边有那个affair 他就出卖了他的妻子 但是有一天他妻子来到他面前 问他这句话 你爱我吗 这句话 那如果对一个男人来说 这句话 进去他的心里面 是多么的沉重 他是多么的难受 就是 哎呀 我已经对你不起了 你还问我这个问题 我真的很难受 这好像北德已经出卖了耶稣 耶稣突然这样来到他面前 问他 你爱我吗 这句话 就挑起他 提醒他 他以前曾经说过 他不会因为人的缘故 或者为了什么原因来不认主 也都不会跌倒 他这样子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是觉得 不叫多么的难受 但是回想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主没有问北德 你还会再不认我吗 耶稣没有质问他 你将来还会不认我吗 耶稣也都没有这样子说 你还记得我的教导吗 这时没有这样子说 因为主知道 北德将要走的路 并且一切的环境和逼迫 因为将来北德 他为主的路就是为主来使 还有为主的福音的缘故 他要附上他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基道将来北德 他的学是道传 这个学家被定讯 他比耶稣写的可能会更长 所以他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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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他要北德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西奉主的能力的源头是认识主爱 从而爱主 很多人不能够爱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主的爱一点都不认识 就算认识主的爱都好 他感受不到主的爱 就算他感受得到主的爱都好 他根本就是领受不到主的爱 所以他不能够爱主 就是耶稣为头要兼顾北德的信心 兼顾北德对主的爱的心 让他能够从中得到这个侍奉的能力 耶稣更要北德知道一件事情 知道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我以信实继承适应你 在耶里米书第31章第三节 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算告 就是说我要永远来爱爱你 我的信实继承适应你 不单单爱你 还要永远的来爱他 耶稣要北德知道 他对他的爱是不单单爱他 还要永远的爱他 不会因为什么发生什么事都好 都不会不爱他 还有这种爱是怎么样呢? 是信实继承的 什么信实继承? 是一个有不畏说访的 也都不会去言的 人的诚信可能会因为完境 外界是因为危险的当中他们会没有信实 但是神的信实是无论在什么环境 在什么时间都不会失去的 原因就是因为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所以他要跟北德说明神的爱是结末的大 为什么神的爱为结末的大? 就是因为神的爱比人的罪更大 他要以大爱的恩典升个人的罪恶 虽然北德他的罪是不认主的罪是很大 但是耶稣要跟北德说明一件事情 就算你的罪多么大的话 我的爱比我的爱与恩典 是比你的罪更大 是胜过你的罪恶 所以对北德来说就是 神要向他肯定就是 虽然他犯了那么大的罪 但是神还是爱他 这个也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很多时间我们的罪就感 大到一个地步什么 就叫人完全看不到神的恩典 也都叫人不敢肯定自己是属于神 很多时间我们说我们是爱主 但是很多时间我们在犯罪之后 我们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 继续来请求神的怜悯 请求神的恩典 北德对主的罪就感也都是这样子 他甚至不敢再面对自己 以前对主的一切的誓言 他什么誓言就是 就算其他人跌倒 我总不会跌倒 其他人不认你 我总不会不认你 那种的誓言 但是北的问题 他的问题不是不爱主 只是他不认识他 这种性格上的软弱 与去献祭 他的性格是一个冲动 但是又很真诚的人 他是对他是不会没有鬼家的人 但是他那种的真诚冲动 又令到他表现出来的爱人 是多么的那种悦诚 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 他就拿着一把刀 砍掉那个继续讲的捕人耳朵 所以呢 他就情愿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耶稣 但是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 他面对耶稣被定属于家 被审判的时候 他就有有害怕了 他就害怕自己 连累到自己 会给抓进去 所以也都是反映到我们一般人 我们这种的心 很多时间我们都很想 很想爱主更多 我们都很想来侍奉神最多 更多一点 我们很想投入这个给神的时间更多 但是很多时间我们能软弱 我们爱世界的心 外者是我们爱家人的心 我们爱我们的工作的心更大 以及到我们不能够投入更多的给神 耶稣知道北德这种的性格 耶稣知道他的献祭 所以耶稣来关心北德的需要的时候 他同时也都是希望能够医治 北德那种的心灵上的那种的畅生 他需要被遥述 在侍奉上的他的能力 他需要被肯定 以至要他能够继续来侍奉 当一个人在罪里面 那么罪就感很大的时候 他需要被遥述 他需要被肯定 他才能够重新得力 在走前面的路 他给我们知道一点就是 失败不是最重要的 失败之后 失去了信心才是确定的失败 破解过去一年我们觉得我们都很失败 过去一年我们还是在某些罪的里面 我不能够翻身不能够再讲起来 但是耶稣在新的一年就透过北德 他来教导我们 他跟我们说过去的失败不是最重要的 失败之后我们失去了信心才是确定的失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神是永远的爱我们 我们要知道祂是不会说谎的 我们也都应该知道祂是一位信使的神 他北德坚决的不承认祂 他还是来接纳北德 还是要坚固北德 还是要要摇树 要肯定北德 今天他同样对我们可等软弱的人 可等都是需要耶稣来陷免我们的罪 需要耶稣来肯定我们的人 耶稣同样伸出他钉盆的手来接受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看法 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 我们一直都给魔鬼来打击我们 让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来来去奉神 耶稣知道如果不重建北德的生命 将来整个建立教会的计划也都会受到影响 同样如果今天我们不重新建立我们的生命 未来的一年我们的教会 我们在神面前神照托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不能够成功 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今天教会不能够成长 教会不能够兴旺 与我们的生命很有关系 所以耶稣也都是因为这缘故 将来耶稣要大大的使用北德 因为北德将来要握住教会的钥匙 因为他就是那个盆石 所以对耶稣来说 北德是大大被重用的 由于这个原因 耶稣就问北德 你爱我 被这些根深吗? 这个 这些是代表什么呢? 这些是代表 有两个代表 第一个代表就是 鱼和船 我们就知道 北德是个渔夫 他打鱼的 他 耶稣被钉死之后 当耶稣 他们就觉得 他们说 仰望的弥撒亚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们就重造那个固叶 就围到海里面去打鱼 所以耶稣来到那个海边 来遇见北德 那个时候北德 一点鱼都打不到 我们在那个21章之前 我们看到 所以耶稣就叫他 再放网去打鱼 让他能够记得住 记得住 耶稣是叫他 得人无得鱼 所以耶稣就问 你爱我 比这个鱼跟船更深吗? 这个代表是什么? 这代表就是 他个人的前途和企业 你用你个人前途跟企业 来比较一下 你爱我 比你的个人前途跟企业更深吗?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很多时间 我们都同样都问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问 究竟被问就是 我们现在的前途好不好 我们现在的极业好不好 好 我们都很珍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不想失去这些一切 因为这个是保障我们的生活 保障我们能够舒适的来过我 但是 这个是用我们 过人的一个前途 过人的那种的能力 来保障我这个前途 保障我这个企业可以继续下去 耶稣就问 别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你的鱼跟船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恩典给你的网 你根本没有这些鱼跟船 就好像刚才 我不是我恩典给你 教你在哪里放下你的鱼网 你就不能够 那个鱼的鱼祸 能够大 多到一个地步 你的网都穿了一样 就搞穿了 所以 这个就是 讲给我们听就是 耶稣 要我们先来爱他 才爱我们前途跟企业 这代表什么? 很多时间 我们在追求什么呢? 我们放我们的时间 在哪里更多呢? 第二就是 耶稣问这些代表就是 第一个代表就是 记者 是个人的自我和生命 当彼得上去不认主的时候 其实他是保护他自己的生命 他才上去不认主 所以对北德来说 他基主 他爱他基主 比爱耶稣更深 这两个这些代表呢 此事也都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对我们的前途跟企业 其实反过来说 其实说穿的就是 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 我们拥有多少的 一个个人的承受 就成为我个人的一种的安全感 加上我个人的生命 就是我在世界上面所追求的 人追求很简单 人追求就是能够安定的生活 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安安定定的 有有有有不用担心 我明天有没有放弃 不用担心我没有房子来住 不要担心什么 我有足够的钱来供应我的生命 我生我的需要 我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我当我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需要付出我的能力 我付出我一些代价才能够拥有 但是很多时间我们忘记了 很多时间我们真的忘记了 所以忘记了什么 忘记我们要拥有这些东西的背后 其实都是那位管理一切的一个神来供应给我们 我相信我不知道在你们的朋友当中 有没有人在过去一年有感染到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 这个病就好像什么 如果我来形容的话 这个病就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一样 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五将 就好像彼得这样子说 第八节这样子说 五将八节就说 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一样 寻找可吞去的人 如果你不小心就给他吞去杀去 但是我们就好像魔鬼一样 就是不断的找人来吞 所以我们就很怕这个东西 我们就每一个人都都要很小心来预防不给他来称入我们的身体一样 所以我们我们很多时间就是用我们很多的力量来防避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议程的缘故 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的数据改变了 影响到做生意的人没生意做 上班的人可能就是给老板因为没生意 所以就起到了工作都没得做 很多人因为这个议程的原因 整个生活那种条件的改变 我不知道我们身边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这种的感受 但是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 你要明白即到 当我们觉得很安全 当我们觉得很很很很安乐 很舒适的过我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意境过来的时候 来打乱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这种意境 意境来的时候打乱我们生活 我们整个人都完全的改变 如果给我们知道一点事情是什么 就算我们希望的怎么样的好都好 但是都总不能够大过神的希望 如果所有东西都在神的讲管底下的话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靠着神每一天给我们的恩典 就算无论我们做的怎么样都好 我们都不能够胜过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 所以耶稣要北得知道两件事情 就是他过人前途的几页 过人自我跟生命都要放下来 都不能够比爱主的心更大 因为主要大大的将来要大大的使用北得 北得怎么伟大呢 北得伟大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他这样就伟大 根据耶稣再问北得两次 就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去福就是 耶稣不满意 北得之前的答案 他不满就是因为北得单单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但是耶稣好像不满意他伟大这种的答案 他再两次在问北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当耶稣一次又一次的问同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要让北得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什么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你所说的爱是一个怎样的爱 因为每个人对爱的定义都不同 有些人说我爱你我爱你 其实好说心不是 有些人心很爱对方但是好不说出来 所以每个人爱的定义都不同 我爱的程度跟他爱你的程度也都不同 所以耶稣要北得很清楚的说明他爱主的程度是多少 很多时间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爱主的程度多少 主祭道的 我们说爱主爱主很多人都说我爱主 但是你怎么爱主 你爱自己多还是爱主的多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爱主有多深 究竟有爱有多深呢 耶稣头两去 用爱这个字 就是用agape 这个表达牺牲的爱 我们知道agape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神的爱 那一种就是完全全被的爱 一种就是牺牲的爱 耶稣头两去问北得 你爱我比 这是更深吗 这个爱这个原文 是用agape这个字 但是北得怎么伟达耶稣呢 但是北得上去的伟达 都是用philio 这个是原文去philio 这个表达朋友之间的爱 北得爱主的那种程度之深 只是朋友的爱 不能够去到为主牺牲的爱 主知道吗? 主知道的 主知道北得根本不可能 做到agape 以agape的爱来爱耶稣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用牺牲的爱来爱主 所以北得上去都用朋友之爱来爱主 所以耶稣在最后一圈 就用philio来问北得 你看主是多么的温柔 你看主是多么的体谅人 怎么体谅? 因为他知道北得根本都不可能用agape的爱来爱他 所以他不勉强他 他在最后就用philio来问北得 让北得不用太难过 同一个道理 当我们遇见神问我们爱他有多深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伟大他呢? 当耶稣地上去来对北得说的时候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北得因为耶稣地上去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要求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当耶稣地上去用朋友的爱来问 北得就要求起来 为什么他要求起来? 因为他知道 难道你看得出来我的心在想什么吗?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爱你吗? 知道 耶稣知道我爱你 就好像今天五个耶稣在我们面前问我们每个人 你爱我吗? 我们肯定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我相信 弟兄姐妹你们都会这样子说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但是 我们不知道原来神要我们伟大的 不是单单爱这个字 是伟大就是你爱我有多深 你用什么来爱我? 你爱我有多深? 北得他不知道 他用朋友爱来伟大耶稣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耶稣的意思 他以为用非流的爱来爱耶稣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原来神的要求是什么? 不是非流的爱 是阿嘎培的爱 所以他就要求 因为主问了他上去 就好像不相信他一样 就 他就要求他 是否真的能够用朋友的爱来爱他 所以他就特别的说明 耶稣应该看得出来 你应该看得出来 因为你是无所不去的 应该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用朋友的爱来爱耶稣 对我们来说 用朋友的爱来爱耶稣 好像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我们只是用尽我的能力来爱他 但是遇到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遇到有一些利益的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择 究竟我选择走主的道路 还是走这个世界道路 可能实际上我们不能够选择走主的道路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待耶稣是个朋友 虽然彼得 或者是我们 没有可能以神的爱去爱耶稣 然而主都将牧养群养的责任都给了他 牧养责任都给他 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所侍奉的能力 不是靠我们自己 这样神要求我们什么呢? 神要求我们真心爱主的人 才有这个做牧养族的群人 很多时间我们做传道人 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在世风上面我们都遇到很多不理解 不会给人家信任 不会明白 不会接纳 很多时间遇到挖掘水经济上的困难 这生活没有保障 很多时间在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主 主啊 你究竟爱我吗? 但是耶稣说 真正爱主的人 才有这个牧养主的群人 有一对夫妻 一个年轻的夫妻 她是侍奉神的人 但是讲起来这个年轻的夫妻呢 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是发生在中国带路 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呢 她 寄钱没有奉献到传道寄钱 她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当她大学毕业之后 她就跟她 爸爸说 我是信耶稣的 我肯定神父叫我要跟从她走传道的道路 所以我现在要进去神学院 来练神学 她 她老爸就跟她说 我那么辛苦来供你读大学 你大学毕业之后 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能够将来有好的前途 但是你现在跟我说 你要奉献你自己当传道人 我绝对不会同意 因为我知道当传道人是多么的辛苦 因为根本都没有工具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内里面 当传道人是没有工具的 尤其是家庭周围的传道人 很多人农村周围里面都没有工具的 他们都是每一天都仰望神 感动人奉献给他 所以她爸爸也都知道这个情况 她很担心她儿子以后的生活怎么过 她爸爸就跟她说 如果你真的要 确定真的要去念神学的话 我就跟你脱离父亲的关系 敌观她有过了 就是她要爱爸爸多 还是爱主多呢 最后她确定她要爱主多过爱她爸爸 所以她就选择走主的道路 她要去念神学 神学毕业之后 她就跟她的妻子一同去传道 有一天 有个远方的一个信使来到 邀请他们去那边去讲道 但是那个地方 去离她现在住的地方很远 她整个路费又很贵 很贵才能够去到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两夫妻都没有钱来付这个路费 那对方也都没有钱来给他们的路费 所以他们就很惆怅 怎么办呢 怎么来拿到这个路费呢 于是这个丈夫就跟妻子说 我们一起祷告吧 仇神来帮助我们 能够给我们这个路费去那个传道 两个人祷告之后 那个那个 丈夫不出生 太太也都不出生 丈夫问她 神跟你说什么话 让我们怎么拿到这个路费呢 这个太太说 神要我们卖掉我们的结婚戒指 来求这个路费去展道 这个丈夫听了之后 他就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我刚才祷告的时候 神都是这样去感动我 又卖掉我们的结婚戒指 来求这个路费 两个人都受圣灵的感动 同样都需要卖掉这个结婚戒指 来求这个路费 于是两夫妻就 炮头痛苦 因为他们两个人深爱对方 这个结婚戒指 就是代表他们的门月 代表他们的婚姻 代表他们的 对对方的一种的 成乐 对婚姻的成乐 怎么可以卖掉 当时 神感动他们 要卖掉这个结婚戒指 后来他们 真的没办法 就去卖掉这个结婚的戒指 然后 他 筹到那个路费 去那个展道 帝兄姐妹 你明白为什么 神要 他们卖掉这结婚戒指 难道神不看重 人的婚姻的关系吗 是的 神要他们学习功课 出于爱主的服事 才能够取久生远 怎么爱主的服事 神说 如果你爱你的父母去 而你胜过爱我 不配做的门徒 一个真的服事神的人 要爱主爱到一地步 能够为主放下一切 包括他整个的家人 主要给他们知道 如果要维持你们的婚姻 首先要爱我 多个爱你的配偶 婚姻的关系 不是在乎那个结局 婚姻的关系是在乎什么 是你爱我有多深 当你约爱我 你的婚姻就能够明白 真正的爱是什么 因为我们爱 因为神心爱我们 神就是爱 如果你没有爱我的心 你的婚姻都有这个结局带着你 都没有什么意思的 一个真正服事神的人 他能够看到所有的物质 所有的从人来那种的关系 最不不不都不给神那种的爱 这位需要什么 需要忠心爱主的圣徒 远超过没有恩赐的圣徒 你多有恩赐都没用 你多 你长到多么厉害都没用 你 你 你全福音多么厉害都没用 如果你没有爱主的心 你没有为主牺牲的心 你那种的恩赐都没用的 如果我们不是真心的爱主的话 只是仅仅的爱主给我们的能力可恩典 我只是爱神给我们这个能力的恩典 那么我们的侍奉这些徒 讨厌而已 我们不断的求生神的 你给我充足了恩典 给我们充足的那种的 侍奉的能力 只是在人面前表现我的能力 我只能够在人面前给人告举我 让我在人面前更得到人从人来的荣耀 这种的不是真正的侍奉 这个是要人来告举自己 不能够荣耀神反而荣耀 只是荣耀自己 如果我们真有爱主的心的话 只愁神的荣耀 不愁人的荣耀 更不愁我自己的荣耀 主耶稣要我们把自己完全地献给他 使神的己意成造在我们身上 这好像成造在他们的 年青人的夫妇身上 服侍主的人 又跟着主,走一条主所走过的路 所以主说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在我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弟兄姊妹你要得到神的同在吗 无论你要得到神的同在 神的应许说什么 跟从他 你就得到神的同在 因为他说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都要在哪里 但是服侍我的人是要跟从我的 讲得那么清楚 所以服侍我的人就会跟从我 但是服侍我的人就会在哪里 我就与力同在了 所以对彼得说 说什么呢 他十八到二十一节 他说什么 我实施在家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出现待机 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出现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的彼得要怎么样去 荣耀神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 圣堂说 主啊卖你的是谁 那门徒 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 无和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等他来到 等 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耶稣教话传到地上中间 说那门徒不死 其实耶稣不是说到不死 而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主耶稣要 彼得学习两个跟从主的功课 第一就是 祭使忠心来跟从主 怎么祭使忠心呢 在十八到十九节 他说将来 他要什么 在十八到十九节 他说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出现代主 谁又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又伸出手来 别人又把你出现 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忠心跟从主的说 带你去 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你都要去 你不能不去 因为你要跟从我 第十九节 他要当一个真的爱主 侍奉主的人 就算你不愿意去的 你都需要去 你才 你就来跟从我 所以在历世历代当中 有多少的神的补人 他是负向他自己的生命 在一个他陌生的地方 来摆向他自己的生命 有多少的孙朝是来到中国 传福音 并且死在中国 就是因为他们有爱主的心 要跟从主 因为主要他们的生命 要坚持摆向 那我们说爱主的话 我们愿意吗 今年不知道我们将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 如果神要我们在 要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都愿意来 忠心来跟从主呢 第二功课 他要学的 这是不比较的 专心来跟从主 不能够跟人比较 彼得就问耶稣 主啊 就问耶稣 主啊 这个人将来如何 他可能就是说爱的门徒 可能就是问那个约翰 这个人将来如何 耶稣就跟他说 这个人将来如何 关你什么事呢 关你什么事 这个人如何不是你要跟他来比较吗 很多时间我们很容易跟人家来比较 为什么这个人侍奉 那么多人称赞他 为什么那个人侍奉那么胜利 但是我的侍奉是那么糟糕 为什么他讲道比我好 为什么 他的传福音的恩却比我好 但是他一点都不爱主 为什么神还要给他这么多恩却 但是我附上那么多 神为什么还是给我的生活 都是没有的 没有的保障 每天都是很多忧虑来生活 没得比较的弟兄姐妹 神要 北德学到要功课 无论他要去哪里 都不要发怨言 无论在什么环境过我 都不要发怨言 第二他要学一个功课就是 不要跟别人来比较 要专心来跟从主 这个才是真的爱主的心 我们可能对主说 主啊我有奉献 每个主日我要去 这会参加崇拜 你还要我做什么呢 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 神向我们要的是一股爱主的心 我们可以奉献 但是我们不一定爱他 我们甚至也都可以有 有侍奉 但我们不一定爱他 因为我可能 因为人的缘故来奉献 可能因为人的缘故来 侍奉神 因为我我不奉献 不侍奉神 人会知道的时候 我不是很糟糕 所以我不一定 因为我有奉献 不一定因为我有这个 侍奉就一定爱主 耶稣没有问贝德 你的能力够吗 你的恩赐够吗 或者说 你的海财够吗 就问贝德什么呢 只问贝德 你爱我吗 当耶稣问 你爱我吗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否愿意 遵行他的吩咐 立即来顺服跟从主呢 竟然心得开启 弟兄姐妹 你是否愿意 来真行 耶稣的吩咐 立即来顺服 来跟从他 不要跟人比较 不认跟 其他人说 为什么他比我好 不要埋怨 为什么我过这种的生活 我还是要顺服 来跟从我们的主 怎么顺服呢 耶稣说 别人要把贝德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 这个哇 是指着贝德要怎样使来荣耀神 说了这哇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跟从主是要走一条 被使用者的路 一条自使忠心顺服的路 我们是否愿意坚持背学 这个者路来走呢 因为耶稣说 如果你不背上自己的学家 来跟从我不配 做了门徒 倘若主要我们这样子来侍奉 我们又愿意吗 经文当中说了两句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就说了两句这句话 这意思是什么呢 跟从主就跟你说 你跟从我吧 其实很多时间 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许多郁闷的情绪来 去对于跟别人的比较 对吗 当我们很多时间觉得 我很难啊 很难过 我的人生很辛苦 我的生活很辛苦 因为我跟人家比较 我不如人家 他的开的切子 开的开的别我漂亮 他开的切子比我更名贵 他的房子给我更大 他的房子给我更名贵 他的职位给我更高 我很多时间跟人家比较 我觉得很郁闷 但是耶稣说 我若要他等到他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与你何干 你跟从吧 一个人 很多人都是喜欢 拿自己的人生遭遇 去跟别人的遭遇和比较 你去陷入一个不必要的 自备与忧郁 所以那时间我们就比较几下 我们就觉得很自备 有一个人 有一天他看到耶稣 他是跟耶稣说 耶稣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容易啊 我每天生活都不容易 我每天的事丰都不容易啊 但是你觉得 你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 你又觉得很好笑的一点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图画跟我们说 耶稣他带着荆棘的冠冕 他的手有钉痕 他的整个身体都流血 在流血 在他的满面都是流血 在听你说 你真的不容易啊 但是谁更不容易呢 这个是很讽气的图啊 究竟谁不容易呢 弟兄姐妹 当我们向耶稣来投诉的时候 耶稣说我已经为你 必定许在学者上面 我为你受了很大的痛苦 神去给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学习 的功课和人生的经历 对吗 所以每个人生活 都过去的现实 要面对的 只不过我们不可能看到 别人的全面 我们只要看到别人的表面 有些人 中有爱主的心 但是 担 担忧不能够保持 生活的水平 害怕在别人面前 失去身份和尊重 所以就他们就拼命的 拼命的达到 他要想得到东西 这些担忧可以像 就好像一个很厚的一个 灰尘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直的 不能够吹得久 将原有爱主的心来塞住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环境 掌握在爱我们的主手中 安言与爱主的心来跟从他 说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就好了 我们愿意坚持来爱我们主吗 我们愿意在未来一年 我们坚持来跟从主吗 今天总结是什么 耶稣说 你爱我吗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否愿意 真行他的吩咐 立志的来顺服跟从主 我们是否 在今年 我们正值着立志 来跟从主 真行他的吩咐 来跟从主 我不跟别人比较 我们不 我们单单 神带领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也都不看这个环境是怎么样 很多时间 最近我们都很多的新闻 看到 那个美国 发生很多大的事情 这个世界发生很多大的事情 尤其是我现在在香港 每一天都看到 香港政府所做的事情 令到我们很失望 那又如何呢 我们还是相信 神还是在讲管的一切 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因为他 有他的记忆在 所以当主耶稣问 别的这句话的时候 是要别的明白 依奉主的能力的源头 就是认识主的爱 从而爱主 要我们要认识主的爱 我们才能够爱主 耶稣关心我们需要 他要我们知道 失败不是最重要的 当时失败之后 而失去了信心 才是切底的失败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 这个才是切底的失败 我们爱主爱到底 耶稣要重建我们生命 因此耶稣又问我们 你爱我比这些更生吗 这些是什么 这是我的 我个人的一个生活 我个人的前途 我个人的财富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生命 你爱我这些比 比我更生吗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 真心的爱主 而仅仅是爱主 给我们的能力和恩典 那么我们需奉主 是徒言而已 所以我们需奉主的动机 是什么 我们跟从主的动机 是什么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学习什么 真正爱主的功课就是 即使忠心来跟从主 还有就是不要 不比较的专心来跟从主 要即使忠心 还有不要比较来跟从主 所以他带领我们去哪里 他给我们什么环境来过我 我们都要顺服 因为主耶稣跟我们说什么 凡是想得到生命的 就要上吊生命 凡要失去生命的 他要得到生命 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原则 我们要记住这个属灵的原则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我们得到生命的源头 耶稣不会问我们 你的能力够吗 你的恩怯够吗 或者说你的口才够吗 他不会这样问我 耶稣就问我们 你爱我吗 当我们爱主的心够的时候 其他就已经不是再重要了 所以我们爱主的心 来抚恕他的时候 我有没有这个恩赐 我有没有这个好才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只是歧视的事情 因为神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 因为我们爱他 跟从主 是要走一条被实际家的者路 一条继续忠心顺服的路 问题就是 我们究竟爱主有多深呢 问题就是 我们究竟爱主有多深呢 就是因为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用一点 小小的时间 你自己来向神来祷告 你爱主有多深呢 反省一切自己的生命 在神的面前 在新的一年开启 你愿意向神来立志说 主啊 我愿意爱你更多 我愿意爱你 比任何的事情 比任何的人更多 你愿意间接来祷告吗 你安静下来 然后我再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说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爱北德 你愿意来再次来建顾北德的信心 所以你找他 来问他的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同样今天你到临到我每个人 都问同样的问题 你爱我吗 这问题不是来围栏我们 这问题是让我们来 警醒 让我们重新来反省我们 究竟对你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 我们爱你有多深呢 求你来使用今天的信息 来成为我们今年 给我们这个能力 来继续走这条西风的路 甚至走这条人生的路 让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步都好 我们对你不要失去信心 我们不要要求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靠自己能力 只要就是单单爱主 胜过一切 要爱你的缘故 我们愿意顺服 你给我们一切的功课 我们顺服 你给我们一切的环境 无论环境是怎么样 我们相信 你还是掌管一切的主 你还是 保守 看顾我们的主 求你给我们这种的信心 让我们 不是单单从你那边 拿到一种恩典 但是 我们要 违报你给我们的恩典 要爱你更多 更深 谢谢主 我们来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名主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谢谢你 我们今天的道 就讲到这里 愿神祝福你们 再见 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